這球打成了在右中外野 福田將一接殺 中老左眼的起跑了 霍雷隊現在追到 只剩下一分差 楊帶康的腿是不是有拉傷 楊帶康跑往三壘時 一個不慎左腳踝頓道 踏上三壘壘包後 整個人痛到趴在地上 他要舉起來 要滑的時候 感覺上前面的土 讓他的丁血並沒有抬起來 結果整個鈍到了 我覺得好像應該是整個扭到了 日本職棒北海道火腿隊 9號迎戰樂田精英隊 台灣打者超殺鬥時楊帶康 卻在第五局跑壘時意外受傷 最後在隊友攢伏下提前退場 楊聯轉播單位更在第一時間 在臉書公布消息 楊帶康今天手感火燙 前面三次打擊 一個四壞球 兩支安打 貢獻一打點 三次都佔上壘包 只差一支安打就是蒙打賞 而楊帶康去年卸中也曾硬跑壘而受傷 巧合的是兩次對手 都是東北樂田精英 楊帶康最紅的打到在一到兩期間 楊帶康去年5月4號 為了安全上壘鋪一壘時 造成左手掌骨折 整計報銷 休息整整兩個月才傷後付出 這個比賽完了之後 真的要看一下楊帶康的傷勢 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只能靜待醫院檢查 才能知道楊帶康受傷情況 球迷們都希望楊帶康的傷勢 不要有大礙 記者楊慧文 宗羅伯特 幾天就會